首先也介紹完了,我們來看骰子跟音量 這兩個一起講 骰子很單純,就是指骰子,點一下 1到6,4,那如果兩顆骰子呢 三顆骰子呢,數字比較大 比如說我現在點1到6,你就自己決定 那你選三顆骰子,永遠不會抽到1號、2號 OK嗎? 這個就在做這個 我覺得這個骰子設計倒不如說給我一個班級 全滿30個座號,讓我選一個座號 或者跟抽象概念,這是一個骰子功能而已 那它有什麼細項呢? 第一個,移動你會,有沒有什麼設定? 來,點齒輪,它可以做什麼? 它能夠做的事情好有限喔 背景圖換一換,沒有了 所以這功能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效用 或者你想說什麼,單數號、雙數號的概念 來,我們就關閉吧 接下來看音量在做什麼呢? 音量的時候呢,它可以偵測教室會不會太吵 那一開啟的時候呢,老師看一下吧 他跟我說呢,他要使用我的麥克風 因為他偵測教室的聲量 所以你要讓他允許喔,我們點允許 這時候你的Webcam就有作用 老師看一下吧,我拉過來,你看一下 左邊,左邊第一個單叫Sensitive 就是什麼?聲音偵測啦 最吵的噪音到哪裡? 比如說可以到4啊 請 нем當中 Ignore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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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大聲了吧 通學要小聲一點 這一個 就是在偵測教室的聲音頭 你們看,你們太吵了 來,同學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什麼?教室是什麼? 假設太吵的時候 這是自動偵測分配的工具 它的作用就是在做這個 它的作用做這個 所以才是跟這個音量大家參考使用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也順便介紹 量一下有沒有 來 這個超過音倍 因為我現在很近在對著我的那個收音 這是在偵測教室的音量 那這個我們也看一下二維條碼 二維條碼做什麼 如果你有個網子要轉成QR Code 就是點二維條碼把網子貼上來 比如說 我現在呢就是去這個抽籤的話 比較好玩的是這一顆 等它一下 這是昨天前天我們都有介紹過 那裡面其實還有很多設定 這也可以保留你的設定 我今天動作變好慢 來時間關鍵我先貼這個線上商店好了 假設說這個網子我想給學生 你把這網子複製起來對不對 回到我們這裡來 然後點這個 這QR Code Control V貼上 那這個就是 Chrome 線上用成這個網頁的QR Code 那當然這邊呢 你要不要把它儲存下來啊 另存圖片 那這個就可以給小朋友掃 比如說我進到這個地方 來 我們有個網站呢 Nearpart 我要進到Nearpart這裡來 那待會學生進來的時候 點代碼對不對 這個網子 小朋友拿著平板 我就帶這裡 把網子貼過來 這個就是Nearpart的網子 那小朋友打了這個 放大一點 後面才掃得到 你看見嗎 喔 我在做行動學習的時候 因為Nearpart呢 要讓孩子 直接打進來 我可以把那個網子 透過這個 轉成QR Code 打在上面 就OK了 來麻煩老師練習 骰子 音量跟QR Code 謝謝